大家今天好啊 之前啊 有跟大家發文過HDMI電視的那個 大螢幕的電視 跟第四台的那種機上耳的組合 簡單來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一般來說呢 電視會有一個電視的遙控器 這支就是電視的遙控器 然後呢 這支是第四台的數位機上耳的 那個遙控器 然後呢 正常你開電視的話呢 都是必須 先用這個把電視打開 然後呢 再用這個 去按下你的機箱頭的開關 然後就可以做看電視的動作嘛 那你關電視也是一樣 你要先 不管是哪個先來後都可以啦 你必須去按這個東西的開關 然後又要再按這個電視的開關一次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然後啊 今天啊 如果 你的電視有 其實這支遙控器啊 它應該是可以配備一些 因為這支好像沒有紅外線 對 一樣 這支沒有紅外線 因為之前老舊的機器 是紅外線的 它可以去copy這個動作嘛 可是這個東西 不是很好用 那其實啊 你只要啟動一個功能的話呢 它就可以直接幫你連動 比如說你就是按這個 不管你是按電視 或是按這個 它就可以主動幫你做開關連結了 按一個動作就可以完成兩個動作了 但是你如果這個功能沒有設定的話呢 你就是跟剛剛講的一樣 你必須分開兩個 兩個一起按 那怎麼做呢 我先做一次 先開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我現在呢 電視是開著的喔 那我現在啊 拿著曬光器 我只有按這個計算盒的開關 我按計算盒開關 按一下之後呢 電視就跟著關閉了 然後呢 稍微等一下 那我現在確定了 上面是亮紅燈的 然後電視目前也是關閉的 那我一樣 再按一下這個 按下這個之後呢 電視盒啊 紅燈已經消滅了 打開了 然後你的電視啊 就自動跟著連動也一起打開了 這樣子 這個動作就很方便 那這要怎麼設定呢 其實各家的版 各家的東西 是差不多的啊 那簡單來講 叫大家就設定吧 簡單來講 就按到這個 你要先從機箱來開始設定 機箱盒這邊 然後尋到它的設定裡面 然後按進去之後呢 按左邊 左邊有一個 應該沒有記錯 一個是這個 個人環境的設定 然後往下拉 還有很多的功能 欸 我忘記是不是這一個了 哼 給我一下喔 手機 這一個 木 好像不是這一個 等我一下喔 OK 一樣 剛剛它的木頭都一樣了 從這個個人環境 進來 進入到它下面這個頁面 你就 在設定的時候啊 你就再往下找 然後就找到這個 叫做HDMI CEC 這個功能 HDMI CEC 這個功能 然後進去裡面設定 因為這個功能呢 這裡 這一個 看一下這樣子 HDMI CEC 它預設是關閉的 你必須把這個功能開啟 啊重點是 你的 我們目前設定的是 這一台機箱盒的這個功能嘛 這個要開啟 然後你電視本身的這個功能也要開啟 那機箱盒的話 你就看你 呃用每一家 其實差不多 現在新款 那大致上都是用這樣子設定的 那我們接下來先進到另外一個吧 進到電視節目的 呃電視裡面的那個設定 然後呢 電視裡面的話呢 就直接進來這邊有一個 小米電視的話 基本上輸入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第一個 寫這個外部輸入來源嘛 那你就往下走 往下走 然後看到 往下面的話呢 這邊就有寫 HDMI控制箱 那下面就有寫了 開啟CEC 並且使用ARC 那這個功能呢 預設也是關閉的 你要先把這個功能打開 打開完之後呢 就可以像剛剛那樣 你就不用每次都拿著這個動作了 我剛剛有示範過 用這個功能去啟動它嘛 那我反過來 如果我用這個功能 我用這個電視 按下電視開關 它已經關閉了 那我的機箱盒也跟著亮紅燈了 所以一起關閉了 開啟了這個功能之後呢 兩個就可以去做連動 然後我現在 再把電視開啟 把電視開啟 然後它也是一樣 機箱盒啊 就要跟著開啟了 所以這個功能啊 非常非常的方便 OK 那今天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上次有人問我說 要怎麼去做設定 那就簡單直接操作給大家看一次 那如果說你還要不懂的話呢 可能就要上網去查一下 CC這個功能到底是做什麼的 那當然它的中國名稱叫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這個功能啊 就是負責你兩個HDMI連接的東西 它可以電源互相連動 它可以開這個 開一起開 關一起關這樣子 那比較早起一點的話呢 好像只有開而已 那關的話都不行 那現在新款的基本上都是可以 可以開關都一起的 所以沒有什麼這個問題了 OK 那簡單的分享就到這邊囉 好